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莲花楼成就背后 诚意却有着一份深深的遗憾 去年 诚意主演的莲花楼大获成功 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赞誉 可是在这成功的背后 诚意心中却有一份深深的遗憾 在拍摄莲花楼期间 诚意的婆婆因病去世 尽管她当时紧急向剧组请假 赶回家乡 可是还是没能见上婆婆的最后一面 那种深深的遗憾和痛苦 让诚意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明明前两天都还在电话中聊天的人 突然间就消失在了这个世界 婆婆的离世也让诚意 更加珍惜能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不想等到后面来不及才后悔 诚意的伯乐邓细斌也在莲花楼 还没播完时就因心耿离世 邓老师是诚意的伯乐 在大家都不看好诚意时 是他给了诚意机会 让他在演绎道路上展露头角 在所有人都说诚意不好时 是他坚定地站在诚意这边 然而诚意终于成功了的时候 邓老师却离开了 这份成功的喜悦 他却不能和自己的伯乐一起分享了 诚意明白 如果没有邓老师的发现 他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他对邓老师特别感激 虽然邓老师已经离开了 但诚意会记得他的话 他的关心 然后继续在演艺圈努力 经历过这些事之后 诚意更加懂得要珍惜身边的人 也更加明白生命的价值 他希望以后能多花点时间陪家人 别再留遗憾了 与此同时 他也会更加认真对待工作 不辜负邓老师的期望 为了自己的梦想继续拼搏 请看